就是比其他同學都跑得更慢 更傳足、更不舒服 主要是癲癇、困擾他 但後來意外發生高血壓 他來院求診註院的時候 他的上肢、下肢的收縮壓 各位看 200 跟 113 差了 87 那我們給他做一些心電圖的檢查 還有心臟超育波 超育波的功能是 OK 但是心電圖的層線左膝治流 因為小孩子來門診 因為小孩子都會哭 我們很少把量血壓當成常規的檢查 這是將來其實如果真的要推 是篩檢 五歲以上我們建議要做 那三歲到五歲有點困難 三歲以下幾乎不準 所以我們最近有碰到一個心生兒 因為血壓大概60到80之間 那也是異常 所以這種疾病只能藉由量血壓來排除 那也是異常 那也是異常 那也是異常